社会的问题让现代人顿时安全感与信任感 2015国际华人纪录片影展策展人许耀文 因此精选了38部影展记录强片 定名为忐忑流年 希望借由纪录片重新反思 我们身处的彷徨年代找到一点光明的出口 新华人纪录片影展定名为忐忑流年 那是因为我们以安全感与信任感这个主题 去选了国内外38部非常精彩的纪录片 那其中有超过20部是台湾首映 那我们今年叫做弹太流年其实也是有点回应到 不管是台湾啊华人社会整个世界的时局 其实大家对于原本相信的东西都有些动摇 不管是对于核电安全啊食品安全啊 环境卫生啊或是说政权网络安全 这些的不信任跟信任感的消失 希望说大家看了这些影片之后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可以对于自己以及整个社会 整个环境的共生关系有更深一层的省思 21世纪是价值多元 信息多元 生态多元 品味多元的年代 这次影展主要在探讨这样的年代里 人与他人 与社会群体 甚至于整个大环境之间的共生关系 但推广纪录片并不容易有许多困难 一个影展策划的过程当中 比较困难的可能是就是时间上的问题 因为我们其实时程拉的比较短 那其实整个团队大家都是同甘共苦 然后非常努力的去把这些事情执行出来 那比较感人的部分的话 可能是我们这次有一些老人相关的议题 或者说弱势 例如说贫童 血童的一些议题 或者说身障精神障碍的问题 那这些影片也有得到 非常多相关人士的一些帮忙 纪录片是一种可以看到世界的方式 这几年世界发展快速 尤其是对岸产生许多社会问题 期待透过这些精彩的纪录片 引领观众思考 该如何面对处理恐惧 带来正向的力量与启发 加油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 二十世纪中后期 那视角我们的发展都是什么 祈求 干净得认识 其实台湾社会有反克刚这个议题 那其实也可以透过我们这次影展 有一部片叫做《少年小照》 那它其实是一部中国片 那它记录的是一个中国的爱国青年 怎么样 从学校的教育本来是一个爱国青年 到出社会之后慢慢变成愤青 看清楚这个整个社会的状态 然后慢慢觉醒的一个过程 这回影展将于9月18号开始 观众可以进戏院看看世界正在面临的变化 对照台湾当前的问题顺便思索我们该往哪里去